想不到吧? 今天来教大家 发声位置 顺便告诉大家 我们每个星期五都会更新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哦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欣姨姐姐 我们上一集呢 教大家怎么样辨识不同的发声位置 像胸腔共鸣啦 头腔共鸣 滚身里面Head and Chest Dominant Mix 其实发声位置呢 有很多很多 我以上举的例子 只是最常见到的几种 那我在上一集 也答应过大家 会跟大家分享一个 又简单又容易的练习方式 可以让你随意的更换你的发声位置 首先我们要先搞懂什么是共鸣 物体因共振而发声 所以共鸣呢 它其实是从一个点 因为震动而发出的声音哦 不是从一个点开始推紧你的声音出来 这样子的想法呢 是不对的 像之前Karen有留言问我说 头腔跟胸腔的区别是 发力的位置吗 不可以把它想成发力的位置 应该说是 产生共鸣的位置 那究竟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的声音 在这些地方产生共鸣啊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知道因为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啦 就是有一些空间 然后在这空间里面就有震动 就产生共鸣 可是实际上来讲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你的声音产生共鸣呢 首先产生共鸣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声音集中 我们先来试一下模仿唐老鸭的声音 哈啰嗨大家好 我是唐老鸦 呱呱呱呱 它听起来的声音呢 就很像你捏着鼻子讲话对不对 哈啰嗨我现在捏着鼻子讲话 大家听到我讲话吗 唯一的不同呢 就是我们没有用我们的手指去捏住鼻子 而是把声音都集中在我们的鼻子后面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把我们的声音集中在我们的鼻子后面啦 大家知道这个感觉吗 先试试看 做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再继续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恭喜你 你已经通过这一关了 那我们No.2 既然你已经会把你的声音集中在一个点了 可是因为刚才我们集中的点呢 是在我们的鼻子后面 它有点太过的前面对不对 所以听起来很奇怪 那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个点移到去头部的中间 它听起来就会比较正常一点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练习随意的更换你的发声位置 以及测试你做的对不对 我们先讲三个部位好了 就讲这里 这里 跟这里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捏着我们鼻子说话的话 它应该会影响我的声音 对不对 就像这样子 Hello Hi 你好吧 那如果我的发声位置呢 是在这里的话 其实我捏着鼻子讲话 它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的 因为都是在这里嘛 对不对 还没到鼻子啊 那我把我的发声位置呢 移到来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 还是有我说话的声音 可是也听得出有点捏鼻子的声音 如果把我的发声位置呢 移到这里的时候 就完全听起来会是这样子了 因为就是被挡住了 对不对 Hello Hi 大家好 我是秦姨姐姐 Hello Hi 大家好 我是秦姨姐姐 Hello Hi...大家好 我是秦姨姐姐 Hello Hi大家都 大家好,我是行姨姐姐 Hello 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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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行姨姐姐 聽得出來嗎? 在三個不同的發聲位置 雖然我講的東西是一樣的 pitch也大概一樣 可是當你把我們的placement 放得越高的時候 它聽起來就會更加的響亮 那這就是vocal placement的不同 當你的發聲位置不一樣的時候呢 它的聲音出來的頻率 出來的frequencies也會不一樣 這個練習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可是當你們在練習的時候呢 你要make sure 你的聲音它是因為你捏著鼻子的時候 而產生了變化 而不是因為你自己在 這個練習是我自己演出來的喔 別的地方找不到 因為我常常都需要跟我的學生解釋 怎麼樣把他們的聲音集中在一個點 那久而久之呢 我就發現到 其實用這樣子的方式解釋也不錯 大家比較容易明白 Yeah 今天就講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留言分享 每個星期五都會更新視頻 記得回來走走喔 也可以到IG或Facebook找我 我是行姨姐姐 我會很樂意跟大家聊天的 那我們下一期見 拜拜 拜拜